这处雪墙是雪崩后流下的 据此处的居民讲 雪崩裹挟了大量的泥沙 从山上砸下来 穿过公路 一直冲到了公路下方的河床上 而这里居民家中的房子也被波及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这家人仍然稀有余悸 穿过雪墙继续向前走 又行进了大约十分钟 我们的车子不得不停下 因为前方的路被急雪彻底挡住了 同时军方派出一个工兵营 一个步兵营 对积压在贯通小谷唯一的道路上的 被急雪进行清除 尽管已经打通了一百多公里的路 但前方还有75公里的路没有通 那里面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 困在里面 雪崩刚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被埋 与外界交通中断 因为他们养的牛羊等牲口 在雪崩中被压死 或者在延下 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无以为继 我们的家人只有只有货币 我们就没有货币 不需要货币 和货币 和货币 不需要货币 我们有个人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从来自行的 通常的事情 不可能 不需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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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需要货币 而在货币 自己的货币 都要货币 感谢观看